这天,高密东北乡十八个村镇的最穷人代表,黑压压一片,占满了司马家的半个打鼓场。 大人物也终于出现了,他稳稳当当地坐在主席台上,眼睛一遍一遍早逝着台下的百姓。 而哑巴和驱小队的几个队员,和黄天福、赵甲等十几个人压到场外一边,被压的人都五花大碗,脖子后插着纸牌,纸牌上写着黑字,黑字上就挖下去了。 鲁力人先进行了一幅演讲,他讲完话,到大人物身边醒世,大人物慢吞吞地站起来,鲁力人说, 欢迎张生同志,给我们做指示。 他带头鼓掌,百姓们愣愣地望着台上,不解其意。 那个叫张生的大人物,轻轻嗓子,满条丝里的,把每个字都称得很长,像多年前我看到马洛亚牧师称面一样。 他的画像长长的纸条在阴凉的东北军中飞舞。 几十年当中,每当我看到那种写满种种咒语,挂在死者灵前的白纸简成的招魂帆时, 便想起大人物的那幅讲话。 大人物的话,就像招魂的纸帆在阴风中飘荡。 那讲完话,坐下好久,那些纸饭依然在飘荡,并且缩溜溜地发出令人迟热的响声。 接下来,鲁地人发布了一个命令,哑巴和驱小队的队员,还有几个屁股上挂着盒子炮的干部, 把十几个捆绑得像粽子一样的人压上了头牌子。 他们把牌子占了,并且挡住了百姓观看大人物的视线, 鲁地人下令,跪下。 识去者立即下跪,不识去者,被踢着腿弯的下跪。 台下的群众低着头,用眼睛的余光挑着左右, 又大着胆子,撇一眼台上, 但一看到那些跪着的人在鼻子尖上, 拖着长长青鼻涕,就迅速地移动。 母亲也不搓麻绳了, 她放下裤子,遮住动精的小腿, 长长的叹息。 这时,一个兽人从台下的人群中战战兢兢地站起来, 用嘶哑的嗓子颤抖着说, 局长,我,我有冤枉啊。 上官叛递兴奋地大叫着, 好,有冤枉不怕,上台来说,我们给你做主。 群众的目光一起扫向了兽人, 兽人就是空头头脑。 他那件烟色的头褂子已经破烂不看, 一只袖子基本脱落,露着半个漆黑的肩膀。 那个原先路线笔直的大分头乱糟糟地成了一个老花锅。 看来阴风中哆嗦,灰白的目光胆怯地冲出场了。 努力人道,上来说嘛。 声不大,我在下边说说就行了。 上官叛递说,你上来,你是叫张德成吗? 我记得你娘跨着篮子要过饭的,苦大仇深嘛,上来说上来说。 磕头虫双腿螺圈着,从注视着他的人群中弯弯勾勾地绕到台前。 苦台子大约有一米高,他往上跳了一下,吃溜下,胸前沾上一片黄虎。 台上一个身高马大的保镖弯下腰,抓住他一只胳膊猛地往上提。 磕头虫双腿全驱,支支摇摇地叫着上台子。 保镖把他扔在台上,他的双腿像踩着钢丝弹簧一样,身体上下耸动,好久在站了。 他抬头望望台下,猛然间发现了那数不清的含义复杂的目光。 双腿打得哭哭,扭扭捏捏捏,灰白的脸上突然起了一层白色的小肚子。 他结结巴巴,裸露了半天,也没说清一句话,侧身就要往台下吃溜。 身体胖高,气力不让男儿的上官叛递抓住了他的肩头,用力往后一搬,搬了他一个猎去。 他可怜的脸着嘴说,学长,放了我吧,学长,我是一个匹匹,你放了我吧。 山官叛递说,张泽诚,你到底怕什么? 光棍一条,躺着站着,一样成,没什么好怕的。 既然啥都不怕,为什么不说了? 你没什么大事,算了吧。 你以为你这是闹着玩儿啊? 奇长,别生气,我说还不行吗? 我今儿,窝出去了还不成吗? 磕头虫走到秦二先生面前说, 秦二先生,你也算个有学问的人。 您说说,我跟你上学那阵子,不就是打了一次瞌睡吗? 可得用戒指把我的手打得像小蛤蟆,还给我起了一个外号。 您当时是怎么说的,还记得吗? 山官叛递大声的对秦二说, 回答他的问题。 秦二先生仰起脸,翘着下巴上的山羊胡须, 硬硬硬地说,年代久远,你记不得了啊。 您当然记不得了,可我还牢牢地记着呢。 磕头虫情绪激昂起来,话语也开始连贯。 老爷子,您当时说,什么张德成,我看你是磕头虫。 就这么一句话,我这辈子就成了磕头虫了。 老爷们儿叫我磕头虫,老娘们儿叫我磕头虫, 连抹鼻涕的孩子也叫我磕头虫。 就因为背上这么个臭外号, 我三十八岁的人了,连个老婆也逃不上。 你想想,谁家的闺女愿意嫁给个磕头虫? 我惨呐,我这辈子倒霉就倒霉在这个外号上。 磕头虫动了感情,竟然鼻涕一把泪两横。 那个相同哑的县佛干部揪住秦二先生花白的头发, 使他的脸痒起来, 他的山羊骨子像山羊尾巴一样抖动着。 县佛干部立声问, 说,张德成揭发的,是不是事实? 秦二先生连声答应的, 可是,可是, 县佛干部把他的头往前一推, 秦二先生的嘴巴就啃到了泥巴。 县佛干部说, 继续揭发。 磕头虫用手背沾沾眼睛, 用拇指和食指捏着鼻尖用力一甩, 一坨冻鼻涕, 像鸟屎一样飞到席棚上。 大人物厌恶地皱着眉头, 大人物掏出洁白的手绢, 踏实眼镜片, 他冷静地像一块黑石头。 鸽头虫说, 秦二, 你是施里儿, 司马库上学那会儿, 往夜湖里装蛤蟆, 爬到房级上编块板骂你, 你打他了吗? 骂他了吗? 给他起玩号了吗? 没有, 没有, 全没有。 山官叛逼兴奋地说, 好极了, 张德成揭露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为什么秦二不敢惩治司马库? 因为司马库家有钱, 司马库家的钱是哪里来的? 他补中麦子吃白膜, 他不养残穿玲锣, 他补酿酒天天醉, 乡乡们, 是我们的血汗养活了这些地主老财, 我们分他家的地, 分他家的福财, 实际上是取回我们自己的东西。 大人物轻轻地鼓了几下掌, 表示对上官叛递慷慨沉词的赞许, 台上的县区干部武装队员都跟着鼓掌, 鸽头虫接着说, 就说这司马库, 他一个人娶了四个老婆, 我连一个老婆也没有, 这, 这公平吗? 大人物皱起了眉头, 努力人道, 张德成, 不说这些了, 不, 这才塑到我的苦根上, 我鸽头虫也是个男人是不是, 两腿之间也浪腾着的玩意儿是不是, 鸽力人站在磕头虫前, 挡住了他的表情, 鸽力人用很高的嗓门盖住磕头虫的嘲嚷, 他说, 男女们, 张德成的话虽然粗鲁一些, 但却揭示出了一个道理, 为什么有的人可以娶四五个, 甚至更多的老婆, 而像张德成这样的小伙子, 却连一个老婆也娶不上, 台下议论纷纷, 许多目光投到了母亲身上, 母亲眼色发青, 眼睛里无怨无寸, 平静如两无清水, 上官叛递推推磕头虫说, 你可以下去了, 磕头虫往前走了两步, 正与下台, 又想起什么似的返回去, 他拧着卢包照假的耳朵, 打了一个耳光骂道, 狗日的, 你也有今天, 忘了你仗着死马库的势力欺负人的时候了, 赵假一抿脖子, 对着磕头虫的小腹撞了一头, 磕头虫哀鸣着打了几个滚, 翻下土台子去, 哑巴冲上来, 踢翻了赵假, 并用一只大脚踩着他的脖子, 赵假的脸可怕的迷屈, 就呼呼的喘着粗气, 发疯般的叫唤的, 我不屈服, 我不屈服, 你的灭绝良心, 伤天害理, 鲁力人弯着腰询问大人物, 大人物把手中的红电台重重的拍在桌子上, 鲁力人摸出一张纸条念叨, 查赴农照假, 一贯靠剥削为生, 日委期间, 他曾为伪军提供过大量食品, 司马库统治时代, 多次为匪兵送包子, 出改以来, 他散布大量谣言, 公然与人民政权对抗, 赐此死硬顽固分子, 不杀不足以平息民分子, 我代表高东县人民政府, 宣判赵假死刑, 立即执行, 两个驱小队队员拖起赵假, 想拖着一条死狗, 他们把赵假拖到那个残河败柳的池塘边缘, 两个队员往旁边一闪身, 哑巴对着他的后脑勺子便开了一枪, 赵假以十分迅速的动作, 一头扎进了池塘, 哑巴端着冒烟的霞腔, 重新回到土台上, 听东方.com整理发布, 最新章节, 请登陆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 听东方.com查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明儿啊, 我愿意把全部的香油, 全部的芝麻, 全部的家产, 连个鸡翅锅子都不上, 全都分别乡亲们, 只求您饶我吃条小明儿, 我再也不做这剥削人的生意了。 鲁丽人想把腿从他的怀抱里挣出来, 但他死死搂住不放, 几个县府干不上来, 拨开了他食指连环入了扣的双手, 解放地有现场, 他又西行着往大人物身边爬去, 鲁丽人果断地说, 弄走他, 哑巴抡起匣子枪的脊背, 再在太阳穴上敲了一下, 只一下子他就翻了白眼, 躺在土台上, 那只高耸的毒乳直指阴霾了天空, 上官叛递对台下吆喝了, 你们谁还有枯水? 台下一个人放声大哭, 哭着是瞎子齐瞎, 他煮着一根金黄色的竹竿, 站起来, 上官叛递喊, 把他扶上台来, 没人扶瞎子, 瞎子哭着, 用竹竿探路摸索着往台上走, 他的竹竿到处人们纷纷避闪, 两个干部跳下台, 把他拉到台上, 徐仙双手煮着竹竿, 因为恨急, 他把竹竿连连往台上戳, 松软在土台子上, 把他戳出了一片窟窿, 上官叛递说, 徐大叔, 说吧, 徐仙说, 长官, 你们真能替俺报仇? 上官叛递说, 您尽管放心, 我们刚才不是替张德成报了仇了吗? 好, 那我说, 斯马库这个狗杂种, 他逼死了我老婆, 欺死了俺娘, 他欠着俺两条人命啊, 泪水从瞎子的眼睛涌出来, 鲁力人说, 他说, 慢慢说, 宁国十五年, 俺娘花了三十块大羊钱, 替俺娶了一个媳妇, 是西乡一个花子婆的闺女, 俺娘卖了牛, 卖了猪, 还用了两袋麦子, 兑换了三十块大羊给了花婆, 都说俺媳妇郡, 可这个郡招来了货样, 那时候, 司马库也就是十六七岁吧, 他这么小就不学好, 仗着他家有钱有势, 有势没事就往俺家跑, 在俺家唱戏拉胡去, 后来又领着俺老婆去听戏, 听戏回来, 他就把俺老婆霸占了, 后来, 俺老婆喝了大烟图, 俺娘给他伤了吊, 司马库欠了俺两条人命啊, 求政府给俺做主啊, 虾子跪在了台子上, 一个区干部去拉他, 他说, 不给俺报仇, 俺就不起来了, 鲁丽人说, 他说, 司马库逃不做法王, 一旦带着他, 我们立即给你申冤, 虾子说, 司马库是满天飞的鸽子, 你们逮不住他, 俺求政府一命抵一命, 把他的儿子和闺女枪毙了吧, 县长, 俺知道, 俺知道, 您跟司马库沾金带铺, 你要真是青天道老爷, 就准了俺的状, 你要是循私情, 俺虚瞎子回去就上吊, 免得司马库回来折腾俺, 奴隶人张口结舌, 吱吱呜呜的说, 大叔, 冤语有头战有主, 一人做事一人当, 司马库害死人, 只能司马库场面, 孩子是乎罪的, 徐瞎子用竹竿戳着孩子说, 乡亲们, 都听到了吧, 千万别上当啊, 司马库跑了, 司马库也藏了, 他的儿女一转眼就长大, 祖县长和他是连劲, 视亲相三分啊, 乡亲们, 俺徐瞎子活着一根竹竿, 死去一堆狗屎, 你们可不能跟我比啊, 乡亲们, 别上了人家的当啊, 山官叛递愤怒的说, 瞎子, 你这是胡搅蛮缠, 叛递姑娘, 哼, 上官家可真叫刑, 日本鬼子时代, 有你杀月亮大姐夫得势, 国民党时代, 有你二姐夫司马库得势, 现在, 有你和鲁力人得势, 你们家是砍不倒的, 旗杆翻不了的船呢, 将来, 美国人要占了中国, 您家还有个洋女婿, 司马良小脸煞白, 紧紧地抓住母亲的手, 司马凤和司马皇, 把脸藏在母亲的夜窝里, 沙枣花哭了, 鲁胜利也哭了, 八姐玉女是最后才哭的, 他们的哭声把台上台下的目光全都吸引了过来, 大人物也在注视着我们, 徐仙虽然瞎, 但他却准确无误地面对着大人物下了跪, 哭嚎着, 长官, 启安瞎子做主啊, 他一边哭嚎一边磕头, 隔头上沾满了黄蜀, 鲁力人用求援的目光看着大人物, 大人物的目光冷酷地盯着他, 大人物的目光像剥皮刀一样锋利, 鲁力人的脸上冒出了汗水, 他失去了从容和潇洒, 一会儿低下头注视着自己的脚尖, 一会儿抬头望望台下的人群, 他再也没有勇气与大人物对视, 上官叛帝也失去了区长的威仪, 他的大脸盘赤红, 厚厚的下唇像发热病一样打着颤, 他像个撒泼的村妇一样骂起来, 徐瞎子, 你这是成亲捣乱, 俺在什么地方得罪过你, 你家那个老骚婆勾引了司马库, 在麦子地里胡弄被人抓住, 他无脸见人才吞了鸦片, 我还听说你成一叶咬他像狗一样, 你老婆把他的被你咬伤的胸脯给多少人看过, 你知道不知道, 害死你老婆的是你, 司马库有罪, 但头号罪犯是你, 要说枪笔, 我看你先把你避了, 徐瞎子说, 大长官, 您听到了吧, 鲁力人急忙替上官叛递圆场, 他试图把徐瞎扯起来, 但徐瞎像一滩化成稀的糖, 一扯一根线, 一松一成团, 鲁力人说, 他说, 您要求枪笔司马库是对的, 但要枪笔司马库的儿女是不对的, 孩子没有罪, 徐瞎反驳道, 赵家有什么罪, 赵家不就是卖几个颅包吗, 赵家不就是跟张德成有点丝绸吗, 你们还不是说枪笔, 就拉下去枪笔了, 县长老爷, 不必司马库的后代, 我不服气呀, 台下的人小声议论, 赵家的姑姑是徐瞎他娘, 他们是表兄弟, 鲁力人脸上挂着极不自然的笑容, 微微缩缩的走到大人物身边, 尴尬的对大人物说着什么, 大人物摸索着光滑的实验, 一句话也不说, 但他唇边那两道一直延伸到下巴尽头的深深的树纹, 和他撅起来的阔嘴却露出了一股杀气, 鲁力人又以尴尬诉说, 这时大人物又翻出来的白眼盯着鲁力人, 用比较高的干憋憋的腔调说, 这么点小事还要我替你处理, 鲁力人掏出手绢, 擦擦额上的汗, 双手绕到胸后紧了紧黑不带, 腊黄着脸走到台前高声宣布, 我们的政府是人民大众的政府, 是执行人民意愿的, 现在我请求大家各位, 凡是同意将毙司马库子女的, 请举起手来, 上官叛递怒冲冲的质问鲁力人, 你疯了吗? 台下的百姓都深沉的垂着头, 没人举手也没人出声, 鲁力人用目光请教大人, 大人物脸上挂有一丝冷笑, 他对鲁力人说, 你再问一遍台下, 有没有同意不枪毙司马库子女的, 鲁力人道, 同意不枪毙司马库子女的, 请举手, 群众依然深沉的低着头, 不举手也不出声, 母亲慢慢的站起来, 徐仙儿, 实在要递命, 就把我枪毙了吧, 你娘不是上吊死的, 她死于血山崩, 她的病根还是闹土肥那阵子落下的, 大人物站起来, 转身往台后走去, 鲁力人慌忙追上去, 在土台后边的空地上, 大人物低沉的快速的说着话, 她的细长柔软的白手不时的举起, 一下接一下的往下劈着, 好像一把白亮刀砍了一种看不见的东西, 大人物的保镖们, 簇拥着大人物呼呼隆隆地走, 鲁力人站在那儿, 低着头, 在跟着, 她站在那儿好久才搜索过来, 拖着两条很沉的腿, 无精打采地回到县掌, 拎在掌理的位置上, 她用一种疯狂的目光盯着我们, 盯了又是一个好久, 她那样子真好, 好久连着好久, 她终于张开嘴, 眼里射出赌徒下大注视的目光说, 我宣布, 判处司马库之子司马良死刑, 立即执行, 判处司马库之女司马凤司马皇死刑, 立即执行, 母亲身体摇晃了一下, 但马上立吻, 我看你们哪个敢, 母亲揽着司马凤和司马皇, 司马良激紧地趴在地上, 慢慢地往后爬去, 带性们的身体好像不经意地摇晃着, 遮挡着爬行中的司马良,